哇塞 我们这边玩具场 这个冻冻乐我没玩过呀 光之奇节 是个奥特曼的冻冻乐 咱们把它买回家去看看怎么个事 好了 现在咱们已经打架了 咱们先把它给拆开吧 那这个顶部可以看到 有十个这个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应该是那种尼尼乐 之前我在篮球场打篮球的时候看到 有小朋友玩过很软的 解压的 然后咱们来看看这下面 这下面就是冻冻乐了 不知道这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 你们看这里也有写 Q版英雄慢回弹捏捏乐 那咱们话不多说 先把这一排全部给戳掉吧 怎么还有点难戳呀 看一下第一个 这是个啥呀 是个怪兽吗还是个什么 这个做工略位有点粗糙 看一下下一个 这个从这个外形可以看出 它是一个奥特曼 再来 这一个也是个奥特曼 继续 这个是空的吗 有个纸条 种礼品一份 那这个礼品呢应该就是 这上面这些吧 我们拆一个 打开来给你们展示一下 一个赛罗的 你们看 慢回弹捏捏捏乐 咱们继续吧 这两个直接拿出来了 这两个都是奥特曼的 接着还有 这个都直接可以翻起来了 这又是种礼品一份 那这种呢应该是放在那种学校门口小卖铺里面卖的 让那些学生来玩这个 那像刚刚我这样直接把它翻起来 那肯定不行的 那这样老板会血亏的 那咱们继续吧 刚刚相当于犯规了 咱们再戳几个 这一个应该是个怪兽 看一下这一个 奥特曼的 这个好像不一样 咱们再戳两个吧 又是个纸条 种礼品一份 那这个种礼品份呢 就是种在上面这个 巴德尼耶勒 看看这一个 一个奥特曼的 好了那咱们就戳这些吧 我一个人戳的没意思呀 我感觉这要让那些粉丝来抽 作为粉丝奖励 让他们来抽才更好玩呀 那先把这个放一遍 那上级视频呢 我不是拆了这个最新版的 经典37段吗 然后我还说这个经典37段里面 中了蓝GP以后还能中GP卡吗 这个咱们还没有验证呀 那这就是上级视频 圣灯内16包 一元包 咱们现在全部给它 拆掉吧 先来第一包 F2 SR 如果剩下的这些里面 能中GP卡的话 那一盒一元包里面 是有机会又中蓝GP 又中GP卡的话 GP卡就是那一张 可以去线上抽奖的那一张 全都是SR 看一下这一包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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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后一包 SR 由此可见 这个最新版的经典37段里面 中了蓝GP以后 是中不了GP卡的呀 当然呢 这个我只拆了一两盒呀 也不能完全验证 到时候后期我再拆的话 咱们可以继续验证 那这个经典37段里面 中了蓝GP以后 还能中GP卡的吗 有知道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评论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给我点上一波赞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